该买VR了 这是我去年做Quest 2评测的时候写在封面上的 我当时觉得Quest 2这样的一体机的简单体验 以及丰富的软件阵容 已经让VR可以像一个主机游戏平台一样进入更多家庭 但是该买VR了这句话 其实后面应该还跟着一个如果 如果你能搞定它的网络 这个条件实际上排除了大部分普通玩家 这额外的一层网络门槛 又把它关回了小众的盒子里 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VR眼镜 我觉得可以消除这个如果 成为更多人的第一台VR眼镜 这台就是Pico 4 在此之前我比较熟悉的是Valve Index和Oculus Quest 2 这次的Pico 4在硬件上会比较贴近Quest 2 当然也包括之前Pico自己的Neo 3 它们都是VR一体机 都使用高通的XR2芯片 性能差不多 追踪的原理也差不多 但Pico 4在所有细节上都做了升级 这些升级打个比方 就是我们游戏里熟悉的终极皇家版 它能做到的还是那些事 但每件事都变得更加舒适 Pico 4整体有点熊猫配色 正面做成了一个黑色的镜面 头戴的设计是VR眼镜里我最喜欢的那种 头顶用一根带子 背后用一个带齿轮的旋钮用来调节松紧 头戴起来感觉挺不错的 比PSVR那种抵住额头的更不容易漏光 而且电池放在了后脑勺的支撑部分 让前后重量分配均衡了不少 最重要的硬件提升应该是可视角度 Pico 4屏幕是单眼分辨率2160x2160的LCD 整体分辨率双眼就可以达到4K加 刷新率90Hz 可视角度达到了105度 简单说受人眼和VR屏幕之间光学模组的不同影响 VR都有不同的可视角度 当可视角度很小的时候 比如Quest 2的90度 我们会感觉到很明显的护目镜效应 也就是眼睛能看到圆形的画面边界 就像在通过望远镜看 是VR沉浸的最大敌人 105度虽然没达到人眼生理上的135度水平角度 但护目镜效应已经不那么明显了 其实不止可视角度 镜片的根本结构也变了 在这个之前用的都是菲尼尔镜片 像我手上这样 菲尼尔镜片有一圈一圈的纹理 把屏幕发出的平行光聚焦到眼睛里 Pickles用的是Pancake镜片 Pancake镜片后面一层的膜 可以反射一部分光线 很神奇 总之结果就是成像效果更好 也不需要很大的空间 可以让头显更薄 在前面的头显里 Pickles靠4个摄像头感知环境 并且定位双手的手柄 每次开机 眼睛会通过摄像头给你展示周遭环境 要你在地面上画出自己的活动范围 对了 Pickles这次有了彩色摄像头 彩色的耶 而且帧率不是1FPS 现在至少可以不摘头显 看着手机接受验证码了 画好活动区域以后就进入主界面了 如果是第一次使用 要先进入菜单调节同具 Pickles的同具调节非常好用 是通过一个菜单里的滑条 电机控制的 可能没有什么必要 但是用起来感觉真的很奢华 应该能够让大家都比较方便的找到 适合自己的同具设置了 设置好以后就可以进入VR的世界了 Pickle的软件生态 比起去年我在尝试Neo 3的时候 丰富了许多 让我很意外 很多叫得上名的VR游戏都能玩得到 比如Superhot 比如鉴于魔法 红色物质 乒乓11 这些比较大而且完整的游戏 基本上60到100元一个 不过大多都有新用户折扣 可以打7折 可以用支付宝免密支付直接购买 这真是太好了 因为我的Quest 2并不能够做到 在这些VR游戏里有一个我特别喜欢 是我一打开就Wow了出来的 叫德米欧 是一个结合了卡牌的地牢探索战棋游戏 而且你是真的用手在挪动棋子 扔头子 转动左手的手腕还能展示一手的卡牌 特别有趣 战棋用手笔鼠标不能玩吗 当然能 如果放在其他平台 玩法是不是太简单 估计是 但是我就是要在VR里玩 在一个真实的棋盘上 用双手旋转视角 操作棋子 扔头子 使用卡牌 一个平面看起来无聊的游戏 VR就是能让它有趣起来 对了 我玩游戏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个 让我特别惊喜的硬件特性 就是两侧的两个扬声器 音质实在是太好了 当然它们仍然是在两个头戴缝里的小孔 受限于体积 肯定低频不够重 不过还是要说音质太好了 非常清晰 音量也够大 像我这种懒人 是肯定懒得去拿耳机插照了 拿起来就玩啊 除了游戏 另外一个大家会希望能够用VR来做的事情 就是运动 虽然在普通游戏里也可以运动 不过如果主要是运动 还是用这些专门的运动应用会更好 会有配套的热量 时长等追踪器 Pico在这个热量计算器上 花了不少功夫的 这些运动应用比如超然一刻 其实还是依托于一些小游戏 比如用拳头打击标靶 或者下蹲躲避激光什么的 还是挺有趣的 适合有自制力的朋友们 没自制力还可以靠里面的社交好友PK功能 就像Apple Watch一样 用邪恶的圆环倒逼自己进步 其他方面有几个VR原生动画还是挺有趣的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有这种专门为VR制作的非互动动画作品 至于PC VR Pico提供了官方的串流助手 可以在局域网里串流PC的游戏画面 如果想在Pico上玩Beat Saber 这个曲线救国是唯一的办法 体验下来我感觉很多在使用上的细节都得到了优化 不需要另外琢磨配件 软件生态也成熟了非常多 越来越适合更多人了 我自己一般是碰到想玩的VR游戏才会戴上VR眼镜 但这次的VR运动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健身环啊 有氧全机 武力全开那样的 应该会让更多人的VR智慧率显著下降 对于大部分国内用户来说 Quest 2的网络和账号门槛要跨越起来实在是很麻烦 我记得我在做完Quest 2视频之后 就立刻收到了其他博主朋友发来的技术求助 也是因为这个现在甚至衍生出了一个新的产业 专门在淘宝上帮人激活Quest 还会打包卖一个设置好的路由器给你 再赚一点服务费 所以无痛的网络体验是国内VR眼镜的最大优势 在Quest 2还涨价了的现在 Picos VR眼镜应该是对于国内的玩家最友善的选择 而且在很多关键的地方 比如可视角度和做工上 都比Quest 2要更好 视频还没完 三连之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VR小知识 虽然分辨率是一个厂家很乐于宣传的指标 但我其实觉得对于VR眼镜分辨率本身不重要 反而蛮有误导性的 PPI也不够完整 我来教大家一个更科学的计算画面清晰度的指标吧 这个指标就是PPD 美度像素数 或者叫视觉清晰度 你们看 其实我们在讨论分辨率的时候 说的是像素数 比如4K UHD一共是3840x2160个像素 用对角线的像素数除以对角线的长度 就可以得到PPI 像素密度 27英寸的4K UHD的屏幕PPI是157 但是这只是屏幕的客观密度 不是我们感知到的清晰度 清晰度还需要一个变量 就是我们离屏幕的距离 因为我们离得越远 看到的像素密度就越高 这个时候应该计算的就是PPD 指的是屏幕占据我们的视角范围的角度内 像素的数量 算法就是横向像素数除以横向可视角度 这个指标对于VR眼镜有起有用 因为VR眼镜可视角度是固定的 在我们眼前的4K屏幕并不是真的那么小 实际占据了我们整个的视野 而不同头盔的可视角度不相同 大家以后遇到头戴的显示设备都应该自己给他们计算一个PPD 比如苹果给视网磨屏计算的标准其实就是PPD大于等于60 而PICOS单眼像素2160乘2160可视角度是非常出色的 105度 PPD就是2160除以105等于20.6